美国那边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 情报委员会 司法委员会 未来众议院就要表决了 可以说对于民主党来讲是形势一片大好 借这个弹劾的机会 很多脏水都可以泼到朗普总统身上 然而大家可能没想到 这一次弹劾案受伤最大的未必是特朗普 很有可能是一个民主党人 咱们这么讲吧 虽然说弹劾案在这个众议院是一定会过关的 但是现在看来到参议院是一定过不了关的 所以特朗普肯定不会被弹掉 而且由于有这样一个弹劾案的存在 可能让特朗普的选民们更加凝聚起来 更愿意出来投票 他的票未来有可能还会上涨的 而另一方面 我们知道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初选 原来有20多个人参选 其中最被看好的呢 就是前副总统拜登 此前几个月 在各种各样的民调中 拜登都是遥遥领先于特朗普的 也就是说如果当时就投票 拜登将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 可是好死不死的 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弹劾案 这个弹劾案表面上是冲着特朗普去的 可是您别忘了 这个弹劾案怎么能够成案 跟拜登也有关系啊 今天民主党人指责特朗普总统 向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行贿 用接近4亿美元的援助来要挟泽泽林斯基 那么特朗普能让乌克兰总统干什么 特朗普总统让乌克兰总统去调查一下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儿子 在乌克兰的不法行为 也就是说 好歹人家特朗普没让泽林斯基捏造啊 只是让泽林斯基调查一下 对于广大美国老百姓来讲 人家不是傻子 人家说为什么要弹劾总统 总统犯什么错了 总统让泽林斯基调查拜登儿子 那拜登儿子犯什么事了呢 哦 因为拜登儿子不学无术 啥也不懂 就是一官二代 结果能够在乌克兰最大的石油公司担任董事 每个月至少有5万美元以上的酬劳 那这个事该不该调查 当然该调查了 不论对于美国来讲 还是对乌克兰来讲 对贪腐都应当调查呀 也就是说 当弹劾案一层又一层的展现出来 让美国老百姓了解之后 很多人会恍然大悟啊 哦 特朗普是不敌的啊 他让外国总统调查自己的竞争对手 但是你拜登也没好哪去啊 拜登原来是一个非常清廉的形象的 以至于拜登的大儿子患脑癌 要手术的时候 拜登没有钱 都要把自己的房子卖掉 然而 今天美国老百姓突然知道 哦 原来在你大儿子患脑癌的同时 你的小儿子 逍遥自在快活的 从乌克兰每个月拿五万美元呀 所以说 这场弹劾案 对拜登造成的影响啊 恐怕比台朗普还要多 以至于这些日子民主党不是在搞初选吗 拜登也到各地演讲 演讲的时候老是有人上来指责拜登 问拜登 你小儿子到底从乌克兰捞了多少好处 而另一方面 本来啊 拜登在民主党内这个支持度是领先的 很有可能他能成为民主党推选的候选人 然而 最近这两天来 美国五百亿美元大富豪布隆伯格宣布参选 希拉里那边还蠢蠢欲动 说没有放弃参选总统的机会 为什么这两位大佬 现在对民主党初选感兴趣了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拜登的虚弱 拜登很有可能成为这次弹劾案的牺牲品 所以他们才要参加到民主党的初选中来 也就是说民主党发起的这次弹劾案 很有可能伤不到特朗普 而把拜登伤得结结实实的呀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蛮人 点击赵旅派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派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预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